從到候選人辯論會之後 戰火持續延燒 2023年最後一天 柯文哲召開年終記者會 再批賴清德硬拗口誤 而且稱兩岸互不隸屬就是台獨 蔡總統恐怕氣到要吃普拿藤 另外也雖然侯友宜比較聰明 都選擇不回答 至於談到農地問題時忍不住哽咽 柯皮也坦言 他昨天表現不好的地方 就是情緒失控 辯論唯一 如果說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在那個地方情緒失控 跨年這天柯文哲召開年終記者會 卻對前一天的辯論會耿耿於懷 尤其在談到自家農地時 一度哽咽咳嗽 卻被酸勢在拖時間 我哪裡需要拖時間 其實這一兩年我就發現一個問題 我打電話我爸爸已經沒有辦法接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中聽 剎那時間太多種情緒 所以那個有點失控 辯論會上沒說的還很多 柯文哲再質疑賴清德的兩岸論述 漏洞百出 他說他是口誤 把中華民國憲法當作兩岸的富國神山 到底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你覺得跟前一句有差嗎 認為不是單純口誤 賴清德更將台獨定義為兩岸互不隸屬 一番話恐怕讓蔡總統很頭痛 昨天蔡英文總統應該起到快要吃潘仔豆 他應該已經接到AIT的電話了 他不敢講是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他不要以為我沒有注意到 真丟臉了 柯文哲也對侯友宜 辯論會時的表現不大滿意 柯文哲也對侯友宜是用另外一招 我問的題目他通通沒有回答 辯論會後持續隔空交鋒而衝刺選行 柯辦也公布從元旦開始 一系列的大型造勢 車隊掃街等陸戰活動 新年新希望就是要贏得2024大選 這歡迎黃浩宇 NC小組新北市報導